第1029集 又不知道过了多久 林明的皮肤开始剥露 化成尘埃 消散在天地间 然而在这些老皮之下 却又有婴儿般经营的机体出现 如同枯木逢春 焕发生机 时间流逝 林明身上的气血越来越旺盛 机体如同最完美的天才地宝 又灵光宝灰闪耀 他的生命之火旺盛无比 充满了强大的力量 他每一次呼吸都吞吐出日月精气 如果这些精气被收集起来 都能拿来炼丹入药 林明这一次悟到的过程 深刻的参悟他体内融入的生命符文 经历了一次生与死的转换 先是肉身生机断绝 继而在贫死之时 焕发生机 林明睁开双眼 在无尽的黑暗星河中 他眸子清澈明亮 似乎他本身就是两颗星辰 黑发飞扬 林明全身赤裸 然而却感慨的摇头 可惜啊 我只有生命符文和四张金色书页 没有完整的圣典 尤其没有黑书 金色书页只是圣典生纸片 而黑书才是圣典死之片 我没有看过死之片 终究没办法把死意领悟到极致啊 通过这一次悟到 林明对圣典中的生死 有了更深理解 如果他有完整的黑书 将死意悟到极致 那就不仅仅脱落老皮那么简单了 而是可以肉身完全腐朽 血肉崩坏 骨骼重塑 那才是真真正正的死亡 而死亡到极致的时候 通过金色书页的生制片 再由死转生 便可焕发最强的生命力 重塑肉身 气血 获得新的生命 这等于是完成了一次重生 也就是转生 甚至古灵都会改变 是真正的改变天地规则 这就是圣梅所修炼的大转生术的由来 每经历一次死亡和重生 就等于转生轮回一次 如果能经历九次生命轮回 便将大转生术修炼到了极致了 再往后 融合永恒之魂 便可以修成永生之法 长存于天地之间 这才是完整的圣点 黑书 真想看啊 林明心中不甘 如果能同修黑书和金书 林明也能一次次转生 将他力量推升到极致 可惜这黑书啊 他怎么都得不到 像圣美要 别说圣美不可能给他 关键是就怕圣美 也是没有黑书的 黑书应该是掌握在魂帝手上 这黑书恐怕是魂帝生平最大机缘 想让魂帝把他机缘拱手 让给别人 可能吗 林明全身上下 也只有魔方的价值超过黑书 然而用魔方换 自然也是不可能的事 无奈摇了摇头 林明一挥手 无尽的生命力量凝结在他身上 形成了一身淡紫色长袍 他叫上了红耳 隐匿在自己的体内 就这样离开了星河战场 他料想自己这次悟到 又过去了很久很久 甚至圆梦战场恐怕都开启 又闭合几次了 林明出了古战场 又出了森林 他正欲找个人问问 圆梦战场出口到底什么时候打开 就在这时 林明突然心中一顿 停住了脚步 他看到不远处有一片湖 这湖水美丽如玉 但是奇异的 他一点点水波都没有 安静无比 甚至可以说是死寂 在湖水周围 也没有青草 只有灰色的湖岸 一个人坐在河堤之上 手持吊杆 在湖中垂吊 远远望去 像是个少年 林明看着少年的背影 驻足良久 不知为何在这少年身上 林明感受到一股奇异的气息 这个少年 身上并没有法则气息 根基也普通之极 修为也不是很高的样子 可他静坐在这里垂吊 与周围的环境似乎融合在一起 极为协调 林明微微沉吟 迈步向那少年走去 少年显然感知到林明的靠近 但他依旧在垂吊 静坐在这片 静如古井一般的湖旁边 这里有鱼吗 林明突然开口 他对生命法则理解 已经到了极高的境界 他能感受到 这片湖漆是一片死气沉沉 里边根本就没有生命 甚至连水草 虾米都没有 那就根本不可能钓到鱼啊 没有 少年的声音有些空洞 不带一丝的感情 他说话的时候 一没有回头 林明可以看到他握着吊杆的手 那是一双如同女子一般美丽的手 食指修长 指甲晶莹 他握着吊杆 稳健如同雕塑一般 在右手的拇指上 有一个翠玉的颁指 颁指上撞刻着法则符文 神秘古朴 没有鱼 你在垂钓什么呀 林明不解 他已经可以肯定 这个少年不凡 这纯粹是一种直觉 钓一份意境 依旧是空洞的声音 让人听了有种奇异的感觉 哦 死之意境了 林明反问 在这片毫无生机的湖水中 蕴含最多的自然就是死之 如果在这里感悟死之意境 倒还可以 但是也仅仅是可以而已 这里比起 舵身山脉的勘台 那用天差地别 都不足以形容 这里那一点 微不足道的死之意境 实在太浅显了 而眼前这个少年 身份神秘 不是凡人 可是他却在这里 垂钓感悟意境 这让林明不解呀 这里能感悟到什么呀 不过是一片死狐而已呀 不过林明没有贸然开口 他仔细感悟周围的法则 最终还是确定 这片湖没有任何稀奇 它的位置就很普通 在一片森林的边缘地带 这里的浑兽也不够强大 在湖底还有一些死去动物的尸骨 它们也许已经死去几十万年了 都变化石了 而光看那些脆弱的化石 也能确定这些生物生前 也就是普通生物罢了 综合种种 这是一个极为普通的死狐啊 虽然已经确定 林明还是没有乱下结论 而是反问道 这片狐有什么特别吗 没什么特别 很普通 说到这儿 少年竟是放下吊杆 转过身来 而看到少年的脸后 林明眼中闪过一份惊恶的神色 这个少年的眼睛 竟然暮气沉沉 污浊无比 只有行将旧木的老者 才会有这样的眼睛 虽然少年皮肤白皙光滑 可林明却似乎在他身上 感受到无穷无尽岁月的流逝 仿佛他是一条岁月之河的尽头 走过来的 似乎在这个少年体内 隐藏了一个无比苍老的灵魂 你是 林明下意识退了一步 同时提起十二分警惕之心 他感觉自己在这里 遇到一个苍老少年 并非偶然 而对方的身份 他却完全不知 少年看着林明没回答 而是自顾自道 你的目的性太强 对你有价值的东西 你才会追逐 无价值的东西 你便会舍弃 比如这片湖 你若是路过 怕是都不会多看一眼 林明漠然 这是人之常情啊 不光是他 这个世界上正常的人 基本都这样啊 哪怕普多燃那些得道高僧 说是与世无争 无欲无求 但他们追求那无欲无求的心境 本身就是一种追求啊 少年看着林明 那乌浊的眼睛中 根本无法映出林明的倒影 但林明却感觉 自己仿佛被看穿一般 他屏住呼吸收敛全部心神 提高了十二分警惕 前辈 究竟是谁 林明换了称呼 少年只是看着林明 微微摇头 你的人生 可谓一路破竹 势不可打 你不顾一切 冲向武道巅峰 远超同辈俊杰 从你展露头脚后 便很少走弯路 但是 有德便有诗 武道的感悟 并非全都是那些最玄妙 最宏大的天道法则 他还有些普通的东西 要经历 你 终究少了一段历程 比如 这片湖吗 林明漠然 他能感觉到 这个苍老少年的话语当中 蕴含了一些智力 但是他一时间 无法全部领会 所谓普通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呀 少年轻轻一笑 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道 你的路 还是太顺 或许多了一声音乐 或许你曾经经历挫折 但并不够 你同辈无敌 一路凯歌 战胜无数敌手 甚至可以说 你未曾真正的失败过 这也许会成为你的局限 让你难以踏上 虎道巅峰 少年的话 如同一道闪电 划过林明信件 未曾真正的失败过 在青桑城 他在情感上输给朱颜 失去了蓝云月 在神皇岛 他被炫无击毙的 无容身之所 逃亡圣摩大陆 后来在四大神国 他被阳云算计 闲些被上姑魔头毒舍 最后到神域 他与天明子两次交手 数次濒临死亡 但是这些 在少年的口中 都不算失败 只能算是一些小挫折 武道之路太顺 弯路太少 一路凯歌 反而容易陷入瓶颈 无法踏上武道巅峰 林明体悟着这少年的话语 他再也没有去追究 此人究竟是谁 他知道 如果对方有意吐露身份的话 自己自然会知道 而这时候 少年已经站起了身 他手持吊杆 拇指上的扳指 反射着令人迷离的绿光 而他看着林明的双目 也蕴含着一股耐人 寻味的味道 林明与少年对视 对方那一双污浊的眼睛 给了林明极为深刻的印象 你 你在这里专场等我 林明心中微微发寒 一个来历不明的人 实力远在自己之上 他自然不安 而少年只是轻轻一笑 镜子离开了 他踏着湖面 消失在萌萌的烟雾之中 林明清吸利口气 这个神秘的苍老少年 始终给他一种心惊肉跳的感觉 林明哥哥 那个人 好可怕呀 在苍老少年离去之后 林明耳边突然响起一个怯怯的声音 是红尔 你看到了什么 林明心中一动 开口问道 也许红尔能看到更多东西 我不知道啊 我根本就不敢看 我一直缩起来 你就生怕喘一口气 你都被他发信呢 红尔惊魂未定的说道 我知道了 日后 你不要频繁出现 红尔的话 让林明心中隐隐有了一些猜测 他匆匆询问了圆梦战场的试炼者 确认了圆梦战场开启时间 也因此知道了此次自己闭关的时间 整整16年 也就是说 算上勘抬悟道 以及前三年圆梦战场征战 林明已经在这片圆梦宇宙 待了32年时间 32年 对林明这等寿命悠长的舞者而言 其实只是短短的一瞬而已 可对即将到来的人租大捷 却恐怕已经过去半数的时间 战争随时可能爆发 林明离开了圆梦战场重回舵神山脉 这里是他和盛美约定的会合地点 只要他返回舵神山脉 盛美就会得到消息 林明与盛美的相见 是为了将金色书液还给盛美 你见过他了 深夜盛美突然降临 出现在林明身后 林明眉梢一条 回头望向盛美 此时的盛美 穿了一身黑红色的长袍 双目仿佛蕴含了碎灭的星辰 在黑夜的映尘下 盛美如同夜之女神 尽现神秘高贵 夜风袭袭 盛美披风飘扬 神态清了 林明很难从他这副表情中 看出的心中所想 他 那个神秘的少年吗 盛美的询问 让林明心中更加笃定之前的猜测 而这个猜测 让林明感觉悲剂发寒 盛美沉默等于默认了林明的反问 见过了 林明深吸了一口气 望向盛美 眼神都有了一丝改变 那苍老的少年 就是魂帝吧 盛美之前的问话 隐含着他认识那神秘少年的潜在意思 而盛美认识的人 同时强大地让林明根本看不透 又让他心惊肉跳的地步 除了魂帝之外 林明想不到第二人 是 盛美缓缓点头 对林明能猜出少年的身份 他并不意外 魂帝 魂族的实际掌控者 魂族七重天 虽然有不少真神 但其他真神 名义上都以魂帝为尊 这个神秘而深不可测的人物 让林明忌惮到极致 他没有发现红尔 应该也没有发现魔方吧 林明感觉背后浸出了冷汗 与那神秘少年见面之时 林明极力收敛心神 但还是有种被看透的感觉 好在魔方原本就是宇宙间的至尊神器 而红尔呢 来历神秘 他连圣典主人所留的法则都能看穿 这两个超出了常人想象的存在 如果全力隐藏气息的话 真神不能发现 这倒也这么长 何况按照林明以前得到的信息 魂帝应该没见过魔方 魂帝 为何专程见我呀 林明心中凛然 毫无疑问 魂帝是专门在那一片死湖湖畔等他的 魂帝曾说 林明的路太顺 不利于他踏向真正的武道巅峰 林明对此深意为然 然而他可不认为魂帝等他 就是为了说这句话 就是为了指点他的修为 林明说话间 一直啄啄盯着圣美 他看着圣美的眼睛 等着圣美的回答 这可是关乎他性命的事 魂帝太强大 虽然人族和魂族 现在没有任何利益冲突 甚至可以说是半个盟友 然而对这种实力远超林明想象 随时掌控林明生死之人 一旦被他关注 林明还是心神惊惧 圣美轻轻叹息 没有回答 林明依旧盯着圣美 你探什么 探你的命运 圣美声音悠悠 林明愈发心寒 为何探我命运 圣美摇头不语 林明一沉默 两人足足沉寂了一刻钟的时间 圣美突然望向林明 目光如同星辰闪烁 林明 我再问你一次 可否愿意放弃人足 放弃一切 与我一同踏向五道巅峰 去追究极致五道之路 去创立一个独立于三十三天的大世界 成为世界主宰 你我可以比你百亿年前的修罗路主人 圣典主人 甚至习的永生之法 永存于世间 圣美的话充满了诱惑力 而且在说话间 林明可以感受到 一层无形的立场笼罩了他们 将一切声音都隔绝了 不知为何 看着圣美的眼神 林明心头微跳 那一刻她直觉的感觉到 圣美的眼神中满是真诚和期盼 让人根本不忍拒绝 在林明的印象中 圣美是一个有野心 有心机的强大女子 与圣美的一系列接触 虽然表面看起来 林明和圣美相处愉快 甚至多次合作 惺惺相惜 可在内心中 林明一直对圣美有所提防 如果说 林明对小摩仙 穆谦语等女的信任 是十二分 那么对圣美的信任 恐怕两分都不到 但这一次 不知道为何 林明感觉圣美说的都是真的 这是发自内心的真挚话语 让林明拒绝的话到嘴边 却似乎说不出口 因为她隐隐的感觉 圣美说出这话 似乎下定了很大决心 而甚至可能是最后一次询问 拒绝了 她似乎就拒绝了十分重要的东西 魂帝 岂能容我 在圣美隔音结界下 林明一字一顿地反问 毫无疑问 魂帝也有极大野心 如果魂帝寿命还长 他怎么可能给自己培养出一个异族的竞争对手 就算魂帝寿命所剩不多 他要选传人 也怕是不可能选择身为人族的自己 我与魂帝 与你想象的不同 我只问你 愿不愿意 圣美言辞含糊 没有解释 他依旧只是真挚地望着林明 眼神中充满期盼 这一刻 他似乎不再是那个叱咤魂族 避逆世间的魂厚圣美 而只是一个柔弱的女子让人联系 我不理解 林明声音低沉 圣美今天的表现让他很意外 圣美摇摇头 我只想问你的回答 若是你答应 我会解释你心中的疑问 若是你拒绝 日后再见 恐怕 圣美没有再说下去 恐怕两个字后边的话语 让林明有种难以形容的感觉 似乎说出来会让他很疼一般 林明知道 如果答应圣美的条件 甚至可能圣美会传授的更完整的圣别 这对林明而言其中好处不可想象 不能等吗 林明已是退了一步 所谓等 其实就是等到林明完全成长起来 成就天尊绝顶 接近真神 等他有足够力量 对抗圣族造化圣皇 甚至可以力挽狂澜的时候 那时候人足可以立足 林明也可以做出更多选择 去一心一意追求舞蹈巅峰 然而圣美摇头了 不能 她毫无妥协的余地拒绝 让林明心中一致 为什么 我没有时间 圣美的眼神中闪过了一份焦急 没有时间 林明深吸一口气 似乎要平复些心中的悸动 那一刻在他脑海中闪现过父母亲人 闪现过小魔仙母千语 秦幸轩林小哥 闪现过神梦天尊 浩宇天尊 闪现过将一致传承给自己的混元天尊 和万古魔坑的黑龙 闪现过整个人族和人族中 无数与他擦肩而过的人 这些 是他无法割舍的 拜率 当初 未来 魔仙